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点麦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毛片第一季第六集 像往常一样 赵宁坐在沙发上玩着填数字的游戏 小宝则在旁边指指点点 赵宁最受不了自己在忙的时候 别人指手画脚了 他说小宝如果想玩就再买一份报纸好了 小宝内心很是不服气 他跟赵宁说 既然我们分歧这么大 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 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试怎么样 赵宁一脸不屑地问 你确定要跟我比吗 规则说了听一听 小宝说我们都身无分文地出去 看晚上六点半之前谁骗的钱多 小宝说如果我赢了 你就让我策划一次行动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就送你一束鲜花 赵宁爽快地答应了 这次较量安宁跟着赵宁 东东跟着小宝 大家这就出门了 小宝用垃圾桶里捡到的磁铁 吸出了下水道里的一元硬币 又在抓娃娃机那里抓到了一盒香烟 玩赌博游戏机又赚了50元 而赵宁则利用在地上捡到的一张名片 以送快递的名义收到了快递费20元 另一边 田田跟狐狸二哥说 这个月的收成又低了六个点 赵宁他们真的给狐狸带来了不小的威胁 二哥想利用小宝和赵宁这次比试 从内部直接瓦解 这招够歹毒的啊 其实田田也是个野心不小的女人 他告诉安泽 自己想赶紧在三爷从牢房里出来之前 坐稳财务这个位置 另一边 安宁和赵宁正在搓麻将 他们俩使了些小伎俩赢了些钱 小宝和东东在台球厅自导自演打台球 小宝故意输给东东 一看小宝这么财 灵州的小伙主动提出跟小宝玩两局 结果这次小宝赚了400块 刚走出台球室就遇到了田田他们 田田提出让小宝跟他们合作 去做一次交易给他提成2000 小宝拒绝了 随后小宝和东东去打扑克牌 赚了不少钱 安妮和赵宁准备放长线掉大雨 但具体干嘛还得卖个关子 赵宁打电话给东东 他们约在一家汉堡店见面 此时小宝已经有早上的身无分文 赚到了3000块 赵宁一听笑了笑 他说要把难度加大 现在我们只允许在这一片地区来行动 小宝说没问题 赵宁安妮起身就走 一本书从安妮的怀里掉了出来 安妮赶忙捡了起来 小宝跟东东说 不对劲啊 赵宁他们明明都已经处于劣势 却还要把自己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域里 他们能骗到什么钱呢 小宝坚信一定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安妮调出的那本书里 东东说他有个朋友 名叫毛三 他可是个万事通 小宝一听马上去找了毛三 毛三告诉小宝 这本书可是个古董 他愿意出8000给收了 另一边 东东跟踪赵宁他们 在一间小屋子外偷听 赵宁跟眼镜男做着交易 眼镜男出2000 赵宁要4000 眼镜男说自己考虑考虑 便先行离开 这时东东接到了小宝的电话 可能是知道了这本书的价值 他追上眼镜男告诉他 这本书是假的 不要买 可眼镜男很自信地说 这本书一定会占为己有 一位自称是眼镜男同事的女子 来见赵宁 他说自己也喜欢收藏书 但自己收藏的书 总是没有眼镜男的好 所以想抢先一步 拿下这本古董书 最后 女子出了3000元的价格 买下这本书 赵宁拿着3000元 将书递给了他 原来这女子是小宝请来的帮手 用3000买下 在8000卖给毛三 自己就能赚到5000块 小宝真是个小机灵鬼 可毛三看过书之后 却说这本书是赝品 哪有民国时期的书 印着简体字呢 小宝感到不妙 自己被赵宁他们给耍了 随后 小宝联系了甜甜他们 愿意帮他们办事 从中拿到4000元的好处费 其实这也是狐狸那边的一个计谋 让小宝提他们办事 好让他与赵宁的矛盾激化 使整个团体瓦解 另一边 小宝他们来到约好交易的地方 小宝电话里指挥着眼镜男 将钱放在电箱上 东东则迅速拿了钱 将电脑放在上面 谁知眼镜男也是狐狸安排的人 整个交易是甜甜计划好的 放在电箱上的钱都是假币 正当甜甜他们得意的以为 自己不欢迎分钱 就能让小宝他们为自己办事 还和赵宁产生矛盾时 安泽发现 电脑开不了机 里面全空了 原来小宝把电脑硬盘给卖了 赚了1200元 这时小宝发现 自己钱包里一张照片丢了 原来是被安泽偷了去 他和甜甜似乎都认识照片里的人 还自言自语道 接下来可有的玩儿了 最终赵宁以五毛的微弱优势 赢了小宝 预知后事如何 关注甜麦 不要错个罪心